高楼大廈环绕的关心公园 民国96年启用之后 因为超高的使用率 成为官浦地区的一大亮点 但因为设施老化与排水问题 下雨天容易积水 新竹市政府最近宣布 即将展开改善工程 引入最热门的共荣市邮局 打造长辈与孩子都适合的环境 整体来说这个公园 过去的规划有很多的问题 那排水也不凉 那无障碍的空间也不足 所以新竹市政府 在我们晋级的公园 就优先将我们这一个关心公园 纳入了我们改善的一个工作 那未来公园第一优先会改善的 当然是我们排水的问题 第二我们会透过整体的规划跟设计 打造一个共荣的一个环境 让我们的长辈小孩 还有我们的年轻朋友 都可以共同来使用这个关心公园 未来将分为两阶段进行工程 让附近居民不会 一下子就没有地方能够散步 未来除了改善排水增加设施 夜间也会增设灯具 大幅提升公园的安全 关心公园呢 它是我们在关东桥这里 非常重要的一个公园 那它面积有一公顷 那我们将来施工的时候会半半施工 就是我们一半围起来施工另外一半 照常开放给民众使用 我们的工期呢会到今年的年底 大概十月份左右 那第二个我们现在这里呢 因为整个这个空间的设计 有个大草坪 大草园区 那这里原本是有个木栈道 占了很大的面积 我们会把这个木栈道给取消掉 增加一个绿地 把绿地还给民众 所以这里将来是一个很舒适的休憩空间 欢迎市民来多加利用 孩子开心的玩耍 长辈在公园散步运动 目前关心公园 已经是附近居民最爱去的休闲场地 新的设计中增加专位 不同年龄层设计的区域 提升公园品质 也创造更舒适的放松空间 凯破新竹 陈若怡红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